43. 台灣新生報 微軟校園咖啡車大葉飄香介紹 雲端服務司生案暫自拍打卡免費品嘗 2015年7月27日綜合新聞06記者方一成將發報導 微軟Office365校園行動咖啡車座 26. 日周休開進大葉大學管理學院中庭 為學生們提供一杯咖啡的小確幸 多媒體學情三年級學生連方亭表示 多媒體作業的檔案通常很大 學校提供的雲端儲存空間 讓大家可以利用雲端來繳交作業 非常方便 微軟咖啡車到校園推廣 讓他更了解雲端服務的應用 大葉大學電算中心主任張姑耀表示 此次Office365校園行動咖啡車到校園 介紹微軟雲端服務 大葉大學師生只要到官方粉絲專頁刊讚 並拍照打卡 就能免費獲得香濃咖啡一杯 歡迎大家在繁忙的課業之餘 利用一杯咖啡的時間認識雲端服務 將故要指出 大葉大學的資訊發程度一直走在時代的前端 2013年推出行動大葉派應用程式 學生只要透過的查詢功能 就能一手掌握校內外食衣住行慾樂資訊 包括各式校車的即時監控系統 此外 校園裡設置有超過200個無線網路WiFi熱點 作為行動校園生活基礎 去年,電線中心更是自行研發、推出無線面認證服務 師生只要上網登陸網路卡號 就可以在不需要輸入帳號與密碼的情況下 享受無線網路服務 以為了享受雲端服務的便利 大葉大學更是與微軟合作 同時提供學生50GB的順雙空 1GB的雲端儲存空間 以及微軟學生版授權軟體服務 讓學生在學期間可以合法使用各種微軟授權軟體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情大四生劉彥廷表示 微軟咖啡車不止送來雲端使用的新知識 也送來溫興的咖啡 跟著說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